二班的一千米 出馬就不多 只有七匹 開票的時候最熱的那一匹就是預彩 3.4倍 過完關之後票數差不多 3.5倍 去到最後階段回回飛 上到4.3倍 下飛最明顯的那一匹就是起益線 由於它下飛裡面有些馬都打得很好分 起益線最後階段由4.1倍打到2.6倍 你知我心也起飛 由5.3倍就落到3.1倍 勁勢是103分的馬 在這場七匹馬的場合 結果回飛回到上去7.7倍 這場是杯賽 香港高爾夫球會杯大出馬7匹 二班一千米 好 這部的時候出得最快 中間其實預彩出得快些 大外當加州金獎前速更加快 跑杯跑不夠他們快 中間快人 你知我三八早上來 貼著藍起益線的位打步步騎 因為前面真的挺快 尾以為之勁勢包美暫時是牛精仔 上大石斜坡的時候 前面加州金獎先帶出頭 這裡一聲就買爛 余彩守著他第二位 第三位是你知我心 貼藍上來一點 起益線的位置 其實偉達也見過步步騎很勤力 然後勁勢都上來了 過了跑不去跑 包美暫時跟不上 是牛精仔 進來之後直路的時候 加州金獎還帶著一個馬位 余彩你知我心 走出二三段逼到上來了 上攝內蘭上 當然是起益線 走出外擋 莫雷拉那些勁勢 後面那隊跑不去跑 跟牛精仔跟不上 去到200米的時候 前面變了勢 你知我心已經上來 加州金獎停了 但是外擋鬥後勁勢更厲害 內擋設排上來 還有起益線 前面單打獨鬥的時候 勁勢雖然重磅 但是後勁他強一點 過張蓬佩的勁勢 第一名是他 第二名是你知我心 第三名是起益線 第四名是其他女兒 沒什麼制 余彩 在漢部署得很漂亮 這個路程也對 都以為他沒有上季 那時候那麼厲害 跑完一場 馬格狀態在這場裡面 提升了互動 有時一千真的要講講專家 這個勁勢 你看到後追 跑四次都沒失過拖 兩個第三個 這麼厲害 焦點可能落在魚彩裡面 打算他有些速度 好走一點 快就很快 但也斷得很快 不是那些健康問題有出事 魚彩沒有發現明顯場之處 兩隻放在前面走 一隻加州金獎 其實他很跑的 他都回來驗就沒事 他跟著加州金獎 他都很跑的 很舒服 這些位置還是很舒服 半遮擋 這樣其實不算大家鬥快那種壓力 都不算 因為你一隻加州金獎 差不多一個身位在他前面 不是拍著走那種 早段半程都沒有什麼用力 你看看騎士綠色衣服 現在才開邊 沒有了已經 你知道我心話過他就過了 厲害了更加你擋不住 別人跑後勁 連第三個都沒有 結果 加州金獎就真的跑不回 看看班獎了 蔡宇漢 今晚又好個杯 分斷時間頭斷12秒52 第二天是21秒47 末斷22秒58 總時間是56秒57 蔡宇漢近期的成績都好多了 軍勢伏鎮 那些T步馬已經正在來 之前都特別提提 勇然聲味那些馬 其實就遲了法力 叫做馬房 以前11月就已經很厲害了 現在去到11月尾 12月就開始轉勢 不過算下去都是 有時真的要秤馬的級數 看到那些快活谷場合 是105分的 有時就是 勁勢這些 有時在沙田 跑到一些很厲害的短途馬 做對手就不夠跑 一轉了 是這些 二班105分組別的快活谷場合 就是秤內測試是高點 是啊 你現在二三名是什麼 喜益善和你知我心 上次是三班賽卓還在鬥 你現在在跑二班 縱使他入榜重一點也好 但是始終的級數是不同就不同 結果很輕鬆贏的這場馬 又很有趣 不知道為什麼 當然高分馬過來法力谷跑 真的比較少 所以這一場就變了這麼少馬的場合 這隻過了100分的馬 結果幾好分這樣贏 不過有些是跑不回來 跑過去跑好像暫時還在低潮 這些馬還要等 好了 又先談到這裏 我先談到這裏